欢迎来到历史课照,我是美丽 东西方的军事思想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欧美军事讲究科学思维 离不开数学家等科学家的参与 不过由于西方一直过度追求自然学科知识推演的理论 所以有时候也显得灵气不足,呆板教条 而东方军事思想则充分展示人类灵活多变的智慧和谋略 千变万化,出其不意 不过这种重视计谋而没有科学发展的道路 也终究难以与人类的科学进步与时俱进 二者都有各自的长处 如果能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就会非常完美了 在朝鲜战争中 中西方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军事思想 就发生过有趣的碰撞 也都给对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比如中国志愿军就曾经用一种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战术 让美军将领大开眼界,连称不可思议 这种战术就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水工 中国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全 就是一个善用水工的人 曾经水淹美军坦克,被美军称为最可怕的对手 1951年4月,第39军奉命在华川一带阻击美军装甲部队的进攻 吴信全知道,志愿军缺乏有效对付美军坦克部队的武器 只能依靠战士们的牺牲精神 抱着炸药包,手榴弹,冲击美军的坦克 英勇是够英勇,但代价也非常大 所以吴信全一直在寻找一种更好的战术 吴信全仔细观察地图 突然发现华川当地有一个大型水库 于是一个大胆的主意就冒了出来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不就上演过一出水淹七军的好戏吗 今天我们何不也给美军来个水淹美军 说干就干,吴信全命令部队控制水库 连续蓄水垛日,在水位抬高时 美军的坦克部队也到了 吴信全一声令响,战士们打开水闸 洪水磅礴而出 美军坦克部队的先锋一下子被大水吞没 后来的部队吓得连连后撤 美军统帅李奇威翻遍军事教科书 也没有见过这种打法 连称不可思议 惊呼,世界上还有这么打仗的 看来美国人还真是少见多怪 这种战术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了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王美丽每天都在